霍拉斯爵士 亚连恩公主兴演一述 您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指使杰洛做出这种事 霍拉斯还没说话 就听高台上的小指头 裴提尔 贝里席悠悠道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惑 霍博爵士为什么要去神木林 又怎么会刚好碰上杰洛 戴恩 这确实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沙姆威尔却没怎么担心 因为那两条有字的丝带 他都已经收回销毁 这种关键证据没了 他不信有人能怀疑到自己 不过 裴提尔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似乎是想借此搞点事情呀 其实当初设计这场谋杀的时候 沙姆威尔是曾想过 要不要干脆将亚连恩公主也拉下水 他肯定是不介意给多恩多拉点仇恨的 但出于谨慎 他还是没有节外生枝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玩阴谋设计 跟那些精于此道的老银币们没法比 设计得太复杂 反而容易露出更多的破绽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果然 裴提尔刚说完 霍拉斯就附和道 没错 裴提尔大人 我之前就有同样的疑惑 而且 我知道 昨天比武结束后 亚连恩公主还假惺惺地 跑来看望我弟弟 很有可能 她就是趁此机会 约我弟弟晚上见面 亚连恩公主脸上也有了些怒意 霍拉斯爵士 你这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诽谤 我有什么理由 能将你弟弟约出来 我弟弟刚刚因为感情受挫 正是伤心的时候 以您的身份和美貌 只需稍稍加以诱惑 霍拉斯 亚连恩怒不可遏 就你那蠢货弟弟 还值得我去色诱 霍拉斯立刻反唇相机 哼 谁知道呢 公主殿下您都成年多久了 怎么一直没嫁人 不会是找不到丈夫吧 霍拉斯 你 好了 蓝里公爵打断了两人的斗嘴 他先给了霍拉斯一个安抚的眼神 随后看向亚连恩公主 问道 亚连恩殿下 你当时在去见霍伯爵士的时候 身边还有其他人吗 戴蒙爵士也在 戴蒙 沙德文言上前一步 道 是的 蓝里大人 当时我就在场 公主殿下只是安慰了霍伯爵士几句 并没有任何其他心思 你自己的骑士 当然帮你说话 霍拉斯阴阳怪气道 我可以在七神面前发誓 亚连恩公主置地有生地道 多恩人的誓言 呵呵 一位河湾骑士冷笑道 只要有多恩人的地方 就总伴随着谋杀和死亡 又一位河湾骑士若有所指的说道 多恩人从来都不懂真正的荣耀 也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骑士 是啊 而且杰洛 戴恩死得太巧了 我怎么觉得是你们多恩人在灭口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多恩人的阴谋 眼看河湾人一个接一个的指责 亚连恩公主几乎将银牙咬碎 她深吸几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如果不是临行前父亲的叮嘱 以她的脾气 这会儿怕是已经拔剑砍人了 山姆威尔在一边看着这一切 心情也是颇为古怪 如果这件事不是她策划的 恐怕现在也会怀疑多恩人吧 没办法 名声臭了的结果就是这样 够了 兰里公爵大喝一声 命令金袍侍卫们用长矛砸击地板 发出整齐的咚咚声 才止住了大厅中的混乱 截落 戴恩杀死霍伯 雷德温证据确凿 至于他背后有没有人指使 暂时没有任何证据 我们不能因此而随意诋毁一名贵族 这件事到此为止 眼见兰里公爵这样说 现场众人才恢复了平静 只不过 霍拉斯依然用愤恨的目光 盯着亚连恩公主一行人 显然 清廷岛并不打算到此为止 另外 蓝里公爵见众人安静下来 又道 我刚刚接到消息 陛下的车架两天前已经过了警则 不日将抵达军林 我准备率领一支小队前去迎接 诸位如果愿意 可以同行 国王南下的队伍已经来到三叉几何畔 此时天色刚亮 众人正在忙着拔营 准备出发 北境公爵长女山沙 史塔克牵着小狼淑女行走在小镜上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丝绒礼服 身上并没有华丽的首饰 只有手腕上戴着刚采摘的鲜花手环 漂亮的枣红色长发整齐地披散在背后 此娃娃般精致的脸庞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乖巧而柔美 他找到妹妹爱丽亚 史塔克 道 爱丽亚 你快去换一件体面的衣服 今天王后邀请我们搭乘她的轮功 我不去 爱丽亚正在帮自己的小狼娜梅丽亚梳理毛发 我待会儿要去河滩上寻找红宝石 红宝石 对啊 爱丽亚白了姐姐一眼 你这都不知道 当年劳伯陛下就是在这里杀死的雷家 坦格丽安 一锤击碎了她铠甲上的红宝石 山沙瞪了妹妹一眼 不准你去找红宝石 王后邀请的是我们两人 你必须跟我一起去 我才不要 妹妹的倔强和不懂事 让山沙气的浑身发抖 可她知道 对爱丽亚发脾气是没有用的 反而会激得妹妹更要跟自己对着干 所以她深吸几口气 重新露出温柔的笑容 王后的轮宫里有柠檬蛋糕和可可茶 山沙用诱惑的口吻道 谁知爱丽亚却嚷道 我不喜欢王后 山沙瞪大了眼睛 仿佛不敢相信妹妹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她吓坏了 而这时 身后居然传来一个声音 你不喜欢我母亲 山沙回头 就见乔佛里王子不知何时 竟出现在自己身后 她吓得越发手足无措 愣在原地半上没动 而妹妹爱丽亚 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正好她的小狼那梅丽亚跑了出去 她便也趁此机会 追着小狼跑得没了影 殿下 需要我去把她追回来吗 山沙听到一个粗壕的声音 这才注意到 乔佛里王子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猎狗 桑朵 克里刚 这位王子轻微的半边脸被火彻底毁容 看起来分外恐惧 再加上她说出的可怕的话 更是让山沙不禁微微颤抖 脚下的小狼淑女似乎感受到了主人的恐惧 伸出舌头舔了舔她的手掌 闭嘴 猎狗 你吓到我的未婚妻了 乔佛里 王子挺身而出 训斥道 忠心耿耿的猎狗 向主人鞠了个躬 安静地退开几步 山沙看着眼前英俊礼貌的王子 心中的恐惧顿时烟消云散 甜蜜和喜悦涌了上来 这就是我的骑士 我的王子 我未来的丈夫 她真好看 而且还这么绅士 将来 我会成为她的王后 为她生下王子和公主 山沙小姐 你没事吧 乔佛里见少女半天没反应 又问道 我没事 殿下 谢谢您 这是我的荣幸 乔佛里看着 晨曦的微光中 娇俏动人的少女 露出了微笑 我的叔叔兰里公爵 带人来迎接 我们回去 见见他们吧 好的 山沙连连点头 早就将妹妹爱丽亚 抛到脑后 乔佛里看了 山沙脚下的 冰原狼一眼 你的宠物 就放在这里好了 免得惊吓到别人 好吧 山沙蹲下来抱了抱小狼 道 书女 坐好 在这里等我 小狼果然乖乖地全躯后腿 坐在了地上 够来 乔佛里叫道 山沙愣了一下 见到桑朵上前 才意识到 他叫的是自己的护卫 你在这里照看 山沙小姐的宠物 是 殿下 桑朵应道 王子这才带着 他的未婚妻返回营地 一路上 两人有说有笑 山沙很快就忘记了 刚才的些许不快 那条红毒蛇没来 怎么 他不敢见我 山沙老远就听到 国王劳伯粗犷的嗓音 此时国王的行宫外 正聚集了一群人 走得近了些 山沙才见到国王对面 站着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 他穿着深绿色的铠甲 抱着一顶鹿脚盔 容貌与国王有些相似 山沙猜测这位 应该就是国王的 右帝兰里公爵 他听到这位公爵道 陛下 红毒蛇 正在七神的殿堂中忏悔呢 狗屁 劳伯不屑道 他会忏悔 我才不信 那家伙 肯定偷偷溜去 君临的哪家女之院里 快活了 兰里公爵笑笑没接查 侧身指着玛格丽 提利尔介绍道 这位是提利尔家族的 玛格丽小姐 梅斯公爵之女 陛下 请允许我给您带来 提利尔家族的问候 玛格丽奄然一笑 将一捧玫瑰花环 送到国王面前 梅斯那个又丑又胖的家伙 居然生出你 这么漂亮的女儿 看来诸神的恩宠 总是那么难以捉摸 花环不错 好意我领了 但我身上向来只佩戴 钢的铁的之类的玩意儿 劳伯接过花环 转手就递给王后 瑟西 给你戴了 瑟西随手接过 却没有戴上 而是转手 又丢给了身边的侍女 蓝利公爵 继续给国王介绍着 前来赢嫁的诸位贵族 轮到山姆威尔的时候 国王劳伯瞪着眼睛 看着这位鹰嘴与男爵 半嗓没有说话 感觉到气氛的凝重 众人脸色各异 有的幸灾乐祸 有的担心忧虑 也有的冷眼旁观 山姆威尔倒是镇定自若 脸上依旧带着微笑 微微俯身 向国王致敬 你就是蓝道 塔利的儿子 好伴赏 国王才开口 但语气很冷 是的 陛下 你老子呢 没来 陛下见谅 父亲他身体有样 狗屁 劳伯毫不留情地呵斥 能不能找个新鲜点的理由 山姆威尔立刻实话实说 陛下 您说得对 其实 父亲不来 只是担心跟您再起冲突 怎么 他不敢跟我再打一架 不 山姆威尔看着眼前 仿佛处在暴怒边缘的国王 笑容不减 他是不敢再迎您一次 此言一出 全场寂静 但就在众人以为国王会勃然大怒的时候 劳伯却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好小子 胆子够大 不愧是兰道 塔利的儿子 不愧是兰道